接着我们请工党的盧浩元 多谢主席 正如主席所说有智力障碍和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 在融合教里面是越来越多 我们见到其实智力障碍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的学生 有些共通的情况要考虑 也有些分别的情况 我首先讲一些共通的情况 第一就是他们都面对一个欺凌的情况 智力障碍和精神健康的学生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困难 以至同学老师都对他们有些不认识不理解 就变成可能有成为欺凌对象的机会就会变得很大 智力障碍和精神健康的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比较低 可能他们容易受欺凌 而比如精神不健康问题的朋友 在食药或者被人称呼一些负面标签的情况 都时有发生 其实对于智力障碍和精神健康学生来讲 如果持续受到欺凌 是会加剧他们自己的精神压力 甚至乎令他们的病况是会恶化 所以我们工档认为 校园的欺凌 特别是针对一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是一中都太多 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 所以这个教育局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政策 是要杜绝这个校园欺凌 第二方面就是家庭支援方面 正如刚才许智先生都讲 如果对于精神健康问题的小朋友的家长 如果他们不懂得如何处理这些小朋友 或者如何与这些小朋友相处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于家长来讲 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小朋友有SEN 他们自己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 如果他们在照顾小朋友的过程 或者教育小朋友的过程里面 也有弱均的困难 一个恶性循环 就会令到小朋友的情况 都会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希望教育局 在提供学生的一些辅导支援之外 可能在家庭家长支援方面 可以做一些改善 另外第三方面 就是一个整体的研究 其实看到坊间评机会 都做一个很全面的研究 但是融合教育都推行了十几年 我觉得是时候教育局都要做一个整体的研究 就是要去理解整体融合教育的情况之下 不同类别的层次学生 他们的需要是怎么样 接着来就讲一些智障学生的需要 其实现在香港教育制度 就以文字的考核为主 对智障学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现在我们都讲很多的国际的研究 或者实力都显示 智障学生在一些艺术体育音乐手艺方面 其实是有比较多的才能的 如果我们讲多元智能 我们能够在教育制度里面 或者考核制度里面 可以立入多一点这方面的一些课程 或者考核 令到智障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强著呢 另外就是一个智障人士 入读大专的问题 如果现在仍然是以文贫士的成绩 以文字为基础的考试 绝对对智障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是一种歧视 也都相信教育局长 或者是很多官员都听过 很多智障学生的家长 或者智障学生 他自己都希望入读大专 所以在这个方面 教育局应该去研究和考虑 在一些比如VTC 或者展量的课程里面 可以再进一步 去研究究竟是大专的可能性 第二就是接着 这个就是精神健康的学生的问题 其实精神健康问题有多重的成因 不单止一个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我们讲的是一个教育制度 家庭的环境 甚至乎贫穷的情况 一些校园的欺凌 也都会造成多方面的原因 造成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 刚才可能有些嘉宾都讲到 就是老师或者一些专业人士 究竟理不理解 精神健康问题的成因 和处理方法呢 能不能够做到一个及早的识别 和及早的介入 就是如果早发现他的 可能他的情况不会变得恶化 也都不会有像 黄凌峰事件的悲剧的发生 所以这个多专业的一个合作 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来的 另外 相信教育都知道了 今年 2013年9月开学至到现在 已经有四宗学生自杀的事件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也都一定是需要正视的 我希望教育可以能够 做一个全面的精神健康的普查 令到可以了解到 现在学生在精神健康问题 面对的需要 另外当下要制定一个精神健康的政策 无论在学校 以内或以外或公众教的层面 都应该做到 最后都想说回 特殊需要的学生 他们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的特殊需要 他们都是一个人 他们都需要一个接纳的环境 希望社会 政府 以一个权利的角度 以一个社会模式 希望这样才能够 令到智座学生 或者令到有些特殊需要的学生 可以发挥他们所长 多谢 谢谢